- 金魔石 哈囉大家好 我是熊熊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的是這個 經驗石金魔石的一個販售設定 我會怎麼做囉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符文的販售設定 可以參考影片的左上角 左上角的部分 那我會把這個上一部 在分析符文販賣設定要如何設定的 一個影片連結放在右上角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要來看經驗石跟金魔石喔 魔礦的話可能會需要一些些時間 因為魔礦現在只要直接取得就是充滿的狀態 所以要去考慮一下這些百分比要如何調整 並不會說是 我今天只要有這個火屬性的增傷我就留 我今天只要有水屬性增傷我就留 因為他拿大度直接是充滿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依照 可能我的火屬性增傷要超過幾%我才留 水屬性增傷要超過幾%我才留 否則的話呢這系列可能就會怎麼樣 可能這邊全部都會留下來了 不是嗎 就只剩下什麼 可能只剩下微角反擊啦 還有 呃勉強要說增加攻擊速度的效果 可能只有這種東西才會被賣掉 那其他都會留下來 那這個就等於有挑跟沒挑一樣了喔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大家在給我一些些的時間 我再去想一下要如何去設置 魔礦的一個排除設定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今天的主題 金鍊石跟金模石的販賣設定了 一樣首先先把全部的金鍊石金模石都勾起來 代表預設全部都會賣掉 然後我們再進來這個排除設定這邊 再去排除掉我們要留下來 我們不要賣掉的東西 那第一個的話呢是指幅 是英雄的金鍊石 這邊的話呢我是挑選 硬爆抑制迅速絕望反擊封印無形暴走 比較強的一點點的這些符文 比較常用的這些符文的這個 呃紫色的紀念石 紫色紀念石的攻防體速 這4條屬性我會把它留下來 但是數量只有20顆 因為呃 如果這些這些符文雖然常用 但如果數量如果太大 可能會壓縮到我們其他符文的 紀念石金模石的這個保留 以及呃這個 我可能也未必用得到這麼多 然後我會更希望說 呃在數量上面 更多的可以是留下傳說等級的 所以紫色我就設定一個數量上限 那10顆我覺得因為畢竟他們這幾顆符文是比較常用比較好用的一些符文 所以數量設定太少嘛 大家也知道 大家也去經練過啊 你有可能一顆符文 呃你要經練 然後那個攻趴4到7趴 你就連續345顆都是4趴 真的會氣死對不對 所以呃就稍微設定一個20顆的數量上限 那這邊我只設定紫色是因為這個橘色我會額外設定 然後再來的話就這個地方 全部的經練史傳說經練史的固定屬性 工房體固定屬性我會留兩顆 為什麼要留固定屬性 因為有些符文我們可能舉例 有一顆符文你可能衝完之後 它有個23數24數 但是它包含著兩條固定屬性 這時候你就算用金模石去轉它 你也只能把一個位置轉掉 還會留下一個 那這時候剩下的那一個固定屬性的位置 你只能留著嘛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當然能經練上去 能再多增加一些些的數值就稍微增加一些 那當然我也不希望說固定屬性的這個經練史 去壓縮到太多空間 所以我就每個位置留個兩顆 大家可以自己決定拿兩顆 2到5顆我覺得就是一個差不多的數量了 然後因為它是固定屬性 所以我只留傳說 這個英雄的是完全不留喔 看一下啊英雄傳說 對傳說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呢是 就是祝福、守護、刀刃、金霧、巴拉巴拉巴拉巴 這些比較不常用的符文的指符 我只留工房體素 我只留了7顆 因為它們比起這些好用的符文 又更少去做使用了 所以我留的數量就會比較少一些些 然後最後的話呢是 所有的傳說符文的工房體素 我都不設限的去把它留下來喔 所以這就是一個最後的一個底牌 以我的進度而言 我現在開始就是 主要想要留下傳說符文 除非這些符文是很好用的 暴走意志等等這類型的符文 我才會連紫色的都留下來 否則我會盡可能的去少留 那些比較不常用的符文的這個 英雄等級 傳說的英雄等級的符文 紫色的符文的紀念石 我會慢慢的越流越少喔 那前四頁的話 就是我紀念石的一個設定 然後再來後面的話呢 就是基模石的設定 那這邊我們先看到第六頁 第二頁一樣 我還是一樣把符文分成兩大類 就是常用跟不常用 但印爆這個位置 我其實有點這個猶豫不決啦 所以大家印爆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自己決定 到底是要放在常用還是不常用 因為你跟我 我說常用嘛 好像沒有那麼常用 但你說不常用嘛 它其實好像也算是在我的配置當中 不算太少的一套符文 所以我暫時還是先把它 就是 經念石比較好用的部分 我把它留在常用符文 然後基模石我比較少用 所以我就把它留在這個 不常用的符文裡面 大家這個地方自己去做決定 那當然迅速絕望版級 意志暴走 跟無形式 大家比較公認 算是常用好用的符文 那它就是傳說等級的 我就只留五顆 那老師 它是傳說為什麼你不無上限的流 因為 其實我們的符文 要用金模石轉的機會 我覺得比較少一些些 這個數量 因為它畢竟是跟經念石一起 就是它有可能會去壓縮到我們經念石的數量 所以我不希望經念石壓縮到太多 因為畢竟經模石跟經念石比起來 經念石的使用量會大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希望保留大部分的空間給經念石 所以經模石我稍微設定一個數量上限 大概在五顆左右 大家可以自己決定 我自己覺得啦 五到十顆可能會是一個差不多的數值 然後因為它們是比較少用的這個經模石 所以我數量稍微設定的少了一些些 然後只留傳說等級的英雄等級 我就完全不留了 那刀刃跟激怒的話呢 它們就是一個完全的打手型的符文 所以在這個留的部分大家可以注意 這邊我只留攻防體術跟暴率命中跟抵抗 我並沒有去留下暴傷 所以這個地方我額外去勾了一頁 是專門給這個刀刃激怒 欸還有一個這個猛攻 專門留給這三顆去留暴傷的 因為暴傷的經模石 唯一可能會用到的應該就是這三顆 這三顆符文有可能會用到暴傷的經模石喔 再來的話呢就是那些比較好用的符文類型 當然我就會連這個紫色的一起留下來喔 那我就當然就是留下攻防體術跟暴率命中跟抵抗的部分 大家這邊有注意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特別這個地方是沒有勾迅速的 為什麼沒有勾迅速 因為我把迅速獨留一頁 迅速這一頁 我是沒有勾選攻擊速度 為何 因為我現在的符文販售標準 我現在的販賣的一個狀況就是 我打到這顆迅速符文 如果他沒有速度 我是連衝都不會衝 所以 等於說 我現在包包裡面 會越來越少這種迅速符文不帶攻速的 這種符文會越來越少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沒有必要去轉攻擊速度 為什麼呢?因為 我並不需要一顆沒有攻擊速度的迅速符文 我是希望這顆迅速符文 本身就帶有一些速度 可能18速 20速 25速都可以 然後剩下的屬性 我不如我的意 我再去把它轉掉 所以 迅速的部分 我額外拉一頁給他 但是是不勾 不勾攻擊速度的 代表著 我不會去使用一顆 原本就沒有攻擊速度的迅速符文喔 那 絕望、暴手、意志、反擊、無形 這類型的符文 就是傳說跟英雄都留下來 那我可能就不會特別的留上限了喔 當然 攻擊速度這個部分 我自己其實有稍微想 就是想要留他這個部分的上限 因為攻擊速度 大家可以感覺出 他的金魔石 是我比較沒有那麼想用的 也沒有那麼想用到 因為用到他 代表我原本那顆符文沒有速度 但是因為頁數不夠 所以要把他放在這個頁面 然後 就留下攻防體 然後暴率、命中跟抵抗的部分 然後去做一個保留喔 那因為頁面不夠 不然我可能也會把它分成紫色跟這個 英雄符文的部分去把它分開 然後就是 傳說 傳說的部分會留特別多 然後這個 英雄就是紫色的部分 可能會再稍微留少一些些這樣子 當然這個數量可以大家 藉由自己的進度 自己想要的 的一個 金魔石、經驗石 來去做一個數量上的調整喔 好啦 那以上的話 就是我的一個 經驗石跟金魔石的 一個販賣設定啦 原則上其實 它的配置方式很簡單 就是 在第一頁這邊 把它先全部賣掉之後 再到這裡去排除掉 你不想賣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去 只要符合下面 任何一條屬性 它就不會賣掉 所以是 它是一個這樣的 這個 邏輯去做排除 金鍵石跟金魔石的一個 販賣設定上面 可能 大家跟我最主要的差異 會是在數量的部分 數量的話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進度 你所需要的主要種類 來去做一些調配 那原則上 大方向是這樣子去做配置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想要直接造操作也可以也可以 你有自己的想法 也可以在數量上面 做一些些的改動 或者是說 欸老師 我可能會去留下一些些的 這個 這個可能 全部都跳攻擊 全部都跳暴率的迅速符文 那我想要把它轉一個攻擊速度 也OK 就是這個位置 我自己是不會留 因為我連衝都不會給它機會 但如果你有考慮 你可能會去衝一下 沒有帶速度的 迅速傳說符文的話呢 那 可能這個也稍微勾起來 以備不時秩序喔 那今天的影片 大概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段落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販賣設定 有沒有這邊 紫色的保護速度 我只留了7顆 等一下 這個地方我可能稍微小改一下 我覺得保護的速度我是常用的 保護的速度我是常用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 把它留到這個位置好了 我把它留到這個位置 這樣子 這樣好了 因為我覺得保護也算是一個 畢竟是水星技嘛 然後有一些這個 角色可能可以裝寶物符文 我把它留在這個位置好了 留個20顆左右的數量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我去重新點一次 這顆應該就不會賣掉了喔 有沒有這顆就會留下來了 然後像這個固定屬性 兩顆超過兩顆 就可以把它賣掉了 然後像這個公趴 我想要留的呢 應該是傳說等級的 所以紫色的我就把它全部賣掉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的 一個販賣設定 分享給大家 做一個參考囉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可能的去回覆各位 好啦 那就大家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課後時間 好啦 這個課後時間是我自己開的一個 新的小小的算什麼 算是小系列吧 就是我未來呢 會在每一部影片的最後面 大概花個3到5分鐘左右去回覆 我的上一部影片的留言問題喔 我會在這個地方做一個 雖然說我可能偶爾搭車什麼啊 然後看一下 去看一下手機啊 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會順手的去回覆在這個留言下面 但我自己覺得 額外要拉出一個小小的時間 然後跟大家去看看 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一起來去做回覆 可能其他人有類似的問題 就可以一起去做到解答喔 那當然這邊可能就只有回覆是 問題的 如果你今天只是敘述去說 ㄟ? 偶爾老師好帥喔 那我就會給你點個讚 但我可能就不會 不 我可能會把他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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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這個地方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上部影片大家有什麼樣的問題吧 這邊的第一個 光大美跟火神聚點戰進攻上其實非常好用 火神獸神的話 我們自己在聚點進攻上面 是比較少做使用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在使用火神獸神的聚點進攻 會是怎麼樣去做使用 额 風雷神的話 覺得一定要改爆他的傷害 是確實有一點點的低 所以我覺得風圍神可能要只有追傷的部分再稍微做一點改動 然後看起來大家都覺得光大美的一個傷害是偏高的 所以看起來我放在中間那個位置是合理的嘛 那光大美這個角色的話 畢竟我自己目前還沒有遇到過 就是他的出場時機太少了 我自己目前為止沒有遇到過 所以我無法去直接的判定 這個角色到底是好不好用 那當然就只能藉由大家的留言讓我知道這件事情了 要讓公會巨點戰進攻防守的選擇變多最簡單的方式比招世界公會戰 同一座塔不能出重複的魔靈 這個的話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我們就這樣想一下 有多少玩家為了進攻練了可能5隻甚至10隻同樣的魔靈 就算了一定也有玩家為了防守練個5隻練個10隻一樣的魔靈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現在說我們稍微修改這個巨點戰進攻規則 同一座塔不能出重複的魔靈 你保證會暴動 我自己覺得最好的改動方式啊 就是去新增更多的魔靈 可能A可以克制B B可以克制C C可以克制D D可以克制E E又可以克制回A 就是讓這個生態選擇變多 那自然而然這個生態的這個連結 這個A的生態可能就會搭配 主意F5 然後B的生態可能就會搭配SYZ 就是他的選擇自然就會因為 主流角色的增加而去增加到他所牽扯到的其他魔靈了 然後暗龍把2技能改成範圍內刀就可以去做使用了 不過暗龍如果把2技能改成範圍的話呢 那連帶的火先鋒跟風先鋒也會去做到2技能的改動 因為他們的技能是一樣的 除非今天做克制的話 我自己覺得啦 官邦想要改艾龍應該還是會從他的3技能去做一個著手喔 然後再來 Foneout的話1技能暴擊拉條量 在上次降低澳系列的1技能拉條的時候 就有連帶的被砍到 所以確實 對沒錯 就是在這個部分也因為當初的那個改動 所以讓Foneout出場的一個機會就再稍微下降一些些 鬼怪王肯定要改了吧 2技能那個圖片太糟糕了 不改不行 先看3技再看2技 呵呵 光雄熊貓已經被砍過被動跟2技能了 2技能的話 2技能的砍動我記得是在可能 2017還是2018的世界冠軍 是那個水熊貓加光雲女那個META的時候 那一技一結束 這個光雲女跟水熊貓就馬上被砍 那時候是連帶的被砍到 可是後來好像有玩家發現說 光雄熊貓的2技能實際上是跟水熊貓有一些些差距的 光雄熊貓的2技能的暈眩判定好像是3段 但水熊貓只有一段 所以以至於光雄貓的一個強度 2技能的強度是比水熊貓來的強大的 再來的話 光鬼已經被砍了3次4次了吧 別再砍了 光鬼其實就被砍過2次 一次的話是鬼系的傷害太高 其實體被下收 另外一次是調整他的一個反擊的血量比例 就是好 我記得好像從20%血改成15%血的一個傷害量會反擊的部分 光鬼的話我在影片當中也有提到 他被砍的幾乎 我自己覺得只要官方 只要come to us 有好好的看比賽 有注意到光鬼的強勢並不是這個角色的問題 而是他的出場時機 在這一次比賽真的做得太好了 以至於能夠counter光鬼的那些角色都沒有出來 水星技啦 然後可能像是光鳥頭光神秘這種角色 就是算是光鳥頭光神秘可能算是小counter 水星技算是主要counter等等的 這些角色沒有有效的去直接面對到光鬼的時候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光鬼好像很強 但實際上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光鬼 你出強控 強力的暈眩角色 你出水星技 其實對於光鬼來講就是可以做到處理的 所以當然 我覺得光鬼 如果只要官方好好認真看比賽的話 那我覺得光鬼應該就不會被砍到 只要官方有好好看比賽 然後最後的話是這個光沙漠 光沙漠我覺得他要出場時機 他是一個很吃出場時機的角色 你不能說把他拿來當速控隊伍 然後直接去做一個使用 因為速控隊伍去做使用的話 代表他綁雙消 綁雙消又使用他 等於說你剩下一個位置可以打傷害 那如果你能打傷害 那你可能就沒有空調 你有空調你可能就沒辦法打傷害 所以光沙漠的話 在速控隊絕對會被局限 但如果在現在的META 很多水星技 很多火哈格 火蛙火猴火傲 水蛙火猴火傲 這類型的角色 你直接壓上一個光沙漠 面對到光沙漠的話 他們如果不BAN光沙漠 我只要扛過你的一波 光沙漠三技能放下去 哇 對面的被動角色就會直接變廢物 所以光沙漠是一個 完完全全的Counter角色 看起來你的想法是想要把他做一個 速控的核心角色之一 但是我覺得他的配置並不適合在速控 反而適合在 探摩 反而適合在Counter位去出來 他的威脅才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你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試著轉變一下你的光沙漠使用方式 可能差距就會變非常非常多了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科學時間囉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當然還是一樣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 我就會在下部影片的最後面 來去做到一個回覆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